2023年7月24日,游泳市井赛继续在日本福岗进行。游泳项目结束第二个比赛日,中国队连夺两金一同收获喜讯。男子100米挖泳谈海洋,女子100米蝶泳张雨菲夺金,女子200米混合泳于一亭斋同。美国选手道格拉斯和沃尔什包揽冠亚军。这也是美国队在本届市井赛的首金。 早在上个比赛日,中国队拿到女子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铜牌。男子100米挖泳谈海洋不负众望,勇夺金牌创造历史。这是中国队首次夺得该项目世界冠军。 谭海洋多次刷新亚洲记录,游出世界第二的好成绩。追赶英国名将亚当、皮蒂,随着谭海洋崛起。混合泳接力,值得期待。同样再创佳绩的还有张雨菲。 就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,张雨菲最后5米反超对手。 击败奥运冠军加拿大名将麦克尼尔和卫冕冠军美国名将胡斯克。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市井赛金牌。 从谭海洋到张雨菲,两人的出色表现带来惊喜。 接下来还有别的项目可以争取,值得大家期待。 另外女子200米混合泳也有好消息。 于依婷发挥稳定,为中国队拿到一枚铜牌。 这是她首枚市井赛奖牌,美国名将道格拉斯夺金。 另一位美国选手沃尔什获得银牌。 道格拉斯为美国队拿到手冠。 男子50米蝶勇意大利名将切孔夺冠。 她还在男子100米洋勇排名第一晋级决赛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队还有两位选手晋级决赛。 男子100米洋勇徐家瑜排名第二。 有所保留,仅次于切孔。 女子100米洋勇万乐天排名第七。 想要冲击奖牌,必须游近59秒以内。 最意外的就是潘展乐提前出局。 男子200米自由泳获得第十名。 她的主项是100米。 希望别受影响。 女子水球爆出冷门, 美国队输给意大利队。 近十年以来首次无缘半决赛。 冲金点失手, 水球一直是美国队的优势项目。 这次的表现远不如预期。 连奖牌都没有拿到。 中国队18比1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。 最终获得第13名。 中国队在该项目竞争力有限。 但以前也有过辉煌的成就。 最新一期的排名公布, 中国队17金5赢6同第一。 澳大利亚队5金2赢1同第二。 日本队4金1赢4同第三。 美国队1金7赢6同, 暂列第七。 虽然后面还有很多冲金点, 但成绩确实不如上一届。